字幕提供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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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繼續這個日門關 日門的解釋 講解,或者這麼說 上次講到超絕 相當看完影片之後 你也知道如果你手抽 有拆到路西和馬拿 基本上,你在前期的遊戲體驗是非常強 這兩隻可以等於什麼呢 FGO有齊梅林和孔明 你有齊這兩隻開局 有和沒有,差多遠你自己有玩都知道 你可以當是 碧南幻想你永丁起手 或者其他水路頭起手 這兩隻是 馬拿和路西的強盜 會幫你打一般日常的關卡 大部分是足夠應付的 當然你去到最難的 目前怪誕最難的關卡 因為它是針對屬性 和針對被動陷阱 絕對不可能一隻打天下 但是那些關的新手是不用管的 那我今天講的是超絕 超絕其實在怪誕的 扮演的角色 就是 屬於一個給玩家 是一些免費渠道 去打一些關卡入手的角色 它的強度 在現在來說 都仍然有一定的實力 我自己覺得 但我始終覺得 是早期的重 會比較有用 因為去到後期 其實我是很少碟的 而且它不夠前期的重 的用處 和幫助那麼大 首先 怪誕已經出了很多系列的超絕 一般來說 怪誕有五個屬性 火 木 水 光 暗 五個屬性為之一個系列 這就是怪誕最初最初的超絕 基本上這五隻 除了光超之外 四隻都建議 有時間可以碰一碟 新手起碼都要拿一隻入手 因為你作為一個新手 你的隊伍前期 應該是不太夠重用的 那獲得一些超絕的角色 就可以令到你的隊伍 可以擴充一下你的隊伍 應付不同的陷阱和場合上 會比較好的 第二個超絕系列 其實我自己覺得 真正繁勇的重 我會建議是 魔尼之天 和大黑天 這兩隻就OK 但是如果你拿著馬拿的話 其實打不動明王是OK的 但留意不動明王 最好有素雷角色 反重是其次的 因為馬拿陣是不用反重的 但是你伸手 你要看自己起手 有沒有佛素雷 如果你自己有一個馬拿 你有一個馬拿 你再多打八旗也OK的 八旗打不動明王是可以的 但你量力而為 如果太難打可以放棄 OK 接著就是一個零系列 你會發現零系列 這五隻跟第一個系列差不多 沒錯 這個就是怪彈的廢物利用 弄了五個人出來就不要浪費了 改個顏色 看看新系列 性能上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當然伊邪南美的性能 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樣 但是他的殺手有些分別 這個系列其實 如果真的沒有時間打 比較有用的就是武酸和閱讀 其次就是八旗力 其他的其實我覺得不是真的有需要 就是打某些關會有用 但是對新手來說 我自己覺得不太需要 基本上水和暗的是比較有用 特別是這個系列最有用的是水那隻 那木那隻就... 其實木那隻就一般 對新手來說 不是很必須 鬥神系列 我覺得是最快的系列 快的意思就是 先說 樣子衰 先說 有時疊的東西很合眼緣 即是他的角色那麼醜 其實我就不想疊 加上我自己覺得其實不是很需要 我自己... 有用 但我覺得不是很厲害 不是很急切需要 這個系列最有用的是暗鬥神 對,因為他打某一關爆炸是有用的 但暗鬥神難度對新手來說是頗高的 那罪人系列呢 我完全沒有疊 這個就... 難度上都有 但是新手都不建議搞的 對,不要搞他了 好,接著就是這個叫做回系列 你會發現這堆東西這麼熟口 沒錯,就是前面那兩個系列 回系列就有少不一樣 他就跟前面那些是基本上一樣的 會多了一個叫做英雄果實 即是可以食果實 如果你其他game的... 其他game的concept 就是說多了一個裝備 他可以給你裝備一把武器 對,怪彈的武器就叫做果實 就是英雄之果的意思 還有他會多了一個富有情技 留意他這些回系列 他的友情是Random出的 有少許打寶 即打寶遊戲 即會有機率出 未必是會理想的那個 那寶片的難度是比較高的 而且有些難度接近是全遊戲最高或者最討厭的 特別是摩尼之天和不動明王 對於新手來說是地獄級的 可以不用理 超絕第四周目就是這個... 護法系列 這個系列基本上... 我自己也不是太有興趣打 即... 無論他的強度是怎樣 我不想怎樣 而且難度是比較高的 新手還是不要搞 然後超絕對上就是爆絕 其實爆絕 如果你正常來說 如果拿著馬蘭和路西 我覺得沒有哪一個爆絕 Mixurr一定有把握過的 我覺得新手是不需要打爆絕 而且爆絕的入場條件是需要五隻極運的 所以正常來說 你應該投... 嗯... 即如果你不是太瘋了 投一個月你應該不會搞的 爆絕 我建議你用一個月時間 慢慢去升好你自己的隊伍 然後再去... 掩置一些高難 即你打任何遊戲都是 因為你不可能一步登天 你怎樣都要慢慢培養 即... 浮成自己的隊伍實力 然後才挑戰他的難關 其實... 目前怪彈最難的難度 就叫軍絕 其次就爆絕了 所以你可以... 排到他們的難度 大致上的難度就是這樣排 OK 好... 接著有些人可能會問 如果我新手抽到馬娜和盧勢 接著要抽一隻什麼啊 這樣... 這裡就講一個概念給大家聽聽 其實基本上任何遊戲都是 首先你一定會抽到... 手抽排行表頭那幾隻的了 任何遊戲都會有 例如Craft Fever是富翁 呃... 接著什麼... 迫蘭幻想 可能是永丁 或者其他... 呃... 羊之類 就是看你... 但是最重要的想說 當你抽到這些繁勇角色之後呢 其實你需要做的... 就是要選一個屬性去組隊了 對... 選一個屬性 你不可能... 即是除非你大課長一次過課齊 如果不是正常呢 掛彈有五個屬性 那其實你就要選一個屬性去... 去... 首先... 去... 填滿這個屬性 對... 因為你一定要有一個屬性 是你最擅長的 對... 即是如果你運色... 新手來說... 運色隊我不建議 因為都幾高難度 除了路西這些萬能key 那... 如果你說新手最建議是什麼屬性呢 那... 比較建議... 因爲乾還是暗 因爲... 因爲乾和暗永遠都是代表著繁勇 因爲它兩個屬性上... 就不會被火水木刻住 對... 而另外... 就算你說乾打暗暗打乾 其實都是互黑的 即是互相傷害的 其實都不會太虧待的 而且... 很多時候... 他就是要你用... 暗關他就是要你用光關 光關他就是要你用暗關 才會有屬性加成 即是例如爆絕和將來的君絕都是的 那...所以其實... 拿著光和暗起手呢 是相對上比較... 呃... 你可以... 打到的關會比較多 那... 你說誰可以... 呃... 哪個... 熟性呢 那就看你了 那... 那... 你選乾的話呢 那... 你選擇乾的話呢 那... 其實是... 會有少少少難度 那... 所以... 我其實... 我反而不是太建議變才天的 如果你問我 那... 那... 這隻...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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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人都說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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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 首先基本上是鳥艦隊,而且近年的怪彈關卡越出越多,首先友情又不是太吃,做飛彈吸收之類 加上做很多比特盾,吃掉飛彈,其實莫扎特的表現我自己一般 我似乎如果你拿著一至兩隻馬那的情況下,我不明白為何要選莫扎特 我自己是不喜歡的,但是個人喜好問題,但如果你真的很執著,你可以試,但我自己不建議 如果光屬,其實我比較建議神威,有些人說為何不選別西博 其實對於一個新手來說,就算是對我來說,我比較喜歡用貫通 簡單來說就是貫通很容易用,因為不用計算太多的角度 直接載上去就可以了 你反射我自己覺得對新手來說是有點難度的,而且他很多時候撞友情不方便 特別是你現在本身拿著馬那加路西,如果加多隻神威之旅 那你撞他們的友情,基本上一些舊小小的關是可以打橫限的 或者神威加路西,那你無尊都可以打到 而且他的強度應該沒有人會質疑的,我相信 即是無論他的友情,他的友情和體狀和被動的組合 光屬的話,我建議選擇神威,如果是新手起手 其他的合作角色就不要想,現在不會有的 那下面就是降臨角色的排行 其實這個也是參考的,說真的 這個真的參考,我不覺得這隻會比大黑天好 如果你說繁榮 我不覺得這隻老虎真是弱智 難碟,一來難碟,二來我真的不覺得他會比大黑天更厲害 如果你說繁榮性,他只不過是那個碟凍SZ是有些用 我覺得是有些用,也不是很厲害 這個浩傑不要說了,擊完之後也不知道有什麼用 說真的,這些表你可以參考 對新手來說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雖然老手可能會... 你不同人,一定有不同的喜好,一定會挑戰的 但新手來說,他有參考性 為什麼我經常都串GAME,但我又會叫你看呢? 因為其實你不可能會找到一個排行榜 全部都客觀,全部都認同,是不可能的 但既然每個表都不准 那你就看一個最多人看 起碼都有些公信力的表 對新手來說是有用的 就是這樣,江屬我建議是神威 我說了,我要先說你的 神威 那接著就是,如果你真的要選的話 選朱雷葉都可以 不過朱雷葉我覺得一個... 對新手來說可以 因為簡單,貫通,超反傷 出到很多關 然後友情一夜打下來,絕招又易用 那對新手來說可以選 但是如果抽別西卜都還可以 別西卜相反 不需要太多,不需要動太多腦筋 唯一的缺點就是反射 不知道算不算缺點 就是這樣 那如果你暗隊的話呢 我們再看看 其實暗隊我最建議 兩隻路西什麼都不用搞 兩隻路西打橫彈 那當然,這個量力而為 但如果你真的有心機刷手抽 刷兩隻路西都可以打橫彈 如果真的沒有路西呢 其實潘朵拉建不建議呢 我自己從小到大都不喜歡用他 而且他拉尿 我覺得對新手來說 那個難度是一定的難度 不過如果抽到這隻潘朵拉都可以 都可以 至少我覺得他無論是神化進化 都會應付到不同的場合 但如果你說我最建議呢 這個有點矛盾 我就建議博士 博士就是 無敵有一個最白癡的設定 就是他自己不是無敵 如果你想靠無敵去擋大技 都是不行的 我剛才說是不行的 很多大技 你隨便中一隻都夠十萬的 就是你別西北本人 是不會有無敵的 團飛是兩隻別西北 互相格劍的 那博士不同了 博士的絕招 無論一階還是二階都非常強力 我自己覺得 加上有個反魔法陣 不過前期新手打的關 應該不會有太多魔法陣 但將來你會有用 博士絕對是暗屬一隻不可多得的角色 如果你抽到博士起手 其實都可以 其實如果順長很麻煩 如果順長的話 我建議你不如抽潘朵拉 潘朵拉一定比較厲害 或者就 2 for all 近期不完之後都可以一試 暗屬 其實你看到這個表 大致上都可以 坦忌不是說不好用 但坦忌其實我覺得不夠力 我覺得他不夠力 我自己覺得不太喜歡用 去到2 for all 這個位置就好停了 其他就不建議了 對於一個新手起步角色來說 其他我不建議 其他你也可以參考這個表 我抽到很多火隊 你怎麼選擇 你可以參考一下這個表 記住是參考的 因為這些表 你一定 到你長大的時候 你懂得看 就會知道這些表 是否真的符合你心中的預期 未必 因為始終每個人的排行一定不同 因為有些人是他老婆 可能那個是他老婆 他會覺得他很厲害 水貓是老婆 我覺得他第一 可以嗎 沒有人可以挑戰你 但這個表仍然是一定 釘弓第一的 為什麼又變了 這個表已經是有問題 如果你讓我排 我會排神化魔西第一 你怎麼會 以前 大家都知道 我以前是說釘弓很厲害 但以前GAMI排釘弓 不知道七還是八 我那時候已經說 有沒有搞錯釘弓這麼低 可能我經常用 但他現在排到第一 我覺得有點過份 去到第一 我又覺得有點過份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我覺得 沒可能會比神化魔西 說真的 就是這樣 也挺好笑 因為他這個表是會保持更新的GAMI 所以你有空沒什麼做 過一段時間看 你可以笑一下 可以說一下 偶爾看這個排行 都是老玩家的樂趣 好了 這次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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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再見